所以你們今天千萬不要怪微博 為什麼要對你們這樣做呢? 因為這些是你們才爭取回來的 啊 真是的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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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最近微博推人了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強制公開微博用會IP地址 正正的政策使微博內所有人都能夠互相知道 究竟大家的地理位置在哪裡 但是不說是由自我 一公開了 竟然被中國網民發現 某些經常說是很愛國的 中國偉大的專業 甚至是KL 你現在原來在其他地方 我是真是 啊哈哈哈哈 我真是 我真是 我夠了你 哈利班傢大 當天還口口聲聲說自己有多愛國 中國有多好 但是自己也走了 這裏呢 就是台灣 呀 這就好了 我一早就想來這裏的了 好了 主要從大家簡單說 自從微博推人了這個新政策之後 究竟有什麼搞笑的翻車場面呢? 又如何大巴大巴掛在外國人的臉上呢? 還有最後我想藉著這件事就分享一些個人體敗的 好了 在影片開始前 要追蹤影片給大家按讚 這件事就知道我嗎?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當然不妨在Vlog上追蹤影片 我們就馬上開始 事不宜遲 這件事就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這件事的背景是怎樣的? 話說在202年4月28日 中國微博正式推行了一個新政策 就是強制公開微博用會IP地址 也就是說從那一開始 基本上微博用會無論是他負責、回應 甚至是轉發文章的時候 都會顯示他的實時地理位置 而微博官方也有解釋 為什麼他們會推行一個新政策 當作人說 為了避免有一點人經常不斷惡意造謠 所以我們才會推出一個新政策 希望大家可以吸收多些正確的資訊 自從微博公開了所有用會IP地址之後 雖然我不知道微博是否真的真實了 但我有一件事可以說 這個新政策是為了我們帶來好多的笑話 當作報有 來將在中京 現實在上海 小陳在印度 但原來在河南 在日本的嬌子 在河南討厭的粉絲 安娜姐姐一家在美國 但安娜妹妹一家在福建 除了一群造假海外KOL之外 更加有些是口講外國 但仍在外國的KOL 第一是一個大家耳熟能長的帝巴 當年來他也在微博中說好中國的故事 展示他那種外國的高尚情操 除此之外 帝巴時不時都會出征境外勢力 鼓勵一群中國網民非法使用VPN 然後走到美國 甚至是台灣社交媒體攻擊當地的人 而且還曾經豪然說到 帝巴出征 寸草發生 天外飛天 然後再講回香港 2019年的時候 帝巴曾經出征香港 但後來後 就依然被香港人起床 然後更加用他們的個人資料報名參觀 最後就讓這個帝巴的宣布收容 然後回到中國微博繼續打飛機 天外飛仙 原來在最近正正為微博推出了新政策 中國網民就發現一個所謂的帝巴 原來是生活在他恨之入骨的台灣 收屁啦 除了之外也有一位很出名的外國作家 連岸 近年他在網上不斷分享自己的愛國情懷 而且他也曾經說到 我對那些移民日本的人說別去 你遲早會被類似澳母德理教的組織毒死 但最有趣的是自從微博公開了所有人的IP後 你當然是在日本 而事後也被中國網民留意批評他 為何不留在中國而去日本 當時他親自回覆說 啊 旅行嗎? 但帶來就被一群中國網民發現 日本根本還限制外國人以旅遊目的入境 再到後來因為外國的作者死死地說 其實我只是來日本看病 我下個月就回到中國 但又再次被中國網民發現 啊大哥 日本簽證最長的只是留90天 但你二月就已經去日本了 即是說現在應該是過期才是 為何你還可以留在日本呢? 整件事已經大概就是這樣了 在這件事上 就真的要打開微博了 如果不是微博這次的舉動 我都不知道以後中國人是這麼喜歡欺騙中國人的 那麼接下來我想總之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在這件事上 那我又有什麼看法呢? 想看一看就是 我覺得微博這一個新政策 其實真的很好笑 因為原先微博打算用這一個新政策 就找到哪一個經常惡意作謠 或者是哪些外國勢力的干預 經常製造假新聞 但到最後 你又嫁原來自己人來的 所以你說微博是不是真的沒得頂呢? 居然是親自揭發這群人的得面目 但第二就是自從微博推出的新政策之後 有很多中國人都開始在討論 究竟要怎樣才可以隱蔽 甚至更改我的IP地址 正如我剛才所說 由於一個新政策是強制性的 所以是沒辦法隱藏自己的IP地址 所以唯一能夠選擇的就只有更改IP地址 但有什麼方法能夠最快和最簡單更改IP地址呢? 我就是用VPN 但最主要是 如果這群中國網民用VPN的話 這不就是犯法? 即是怎樣? 即是我現在又不想讓人知道我的IP 但如果我用VPN的時候又說我犯法? 即是我迫著一定要讓人知道我的IP 所以在這裡奉勸各位中國網民 你幫人千萬不要以紳士發用VPN改IP 即是你們很應該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相信中國的政府才是 我想說一句 你沒做錯、沒犯事 又怕什麼被人知道住在哪裡? 第三就是今次微博一個新政策 大度是侵犯個人私隱 這些不用說了 但我想說一句 為何中國搞成這樣 令到中國人民沒有私隱 其實是那群中國人自己一手做成的 不是嘛 由以往的上網實名制 微博實名制 微信實名制 電話實名制 甚至是遊戲實名制 這些人一直來 根本沒有關心過自己的個人私隱 而且有些中國人甚至說 不照實名制 有什麼問題呢? 我沒有做錯、沒有犯法 怎會有此? 再加上就是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而已 我想問政府要我的私隱做什麼呢? 正正為你們這一種消息心態 就不斷助長中國政府 一而再、再而三為收窄 你們的個人私隱 直到今天 當你連在微博出了一個帖子 都要顯示你的IP理智的時候 你們才開始關注個人私隱的問題 所以你們今天千萬不要怪微博 為什麼要對你們這樣做呢? 因為這些是你們才爭取回來的 真的呀 正正因為這個微博申請書 就令了一些所謂的愛國KL 就被人發現原來是在外國那裡的 也都是這樣 就開始引起一些中國網民討論 究竟愛國是不是一定要在中國那裡呢? 即使我在其他地方那裡 我都可以很愛國的嘛 的確公道一點 一個人愛不愛中國 以及他住不住在中國那裡 都是沒有敵處關係的 因為愛國應該要發自內心 而不是說你留在那個地方 就代表愛國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些人經常不斷讚中國的生活有多好 但是自己就不在中國生活 又或者有些人經常在罵美國 又說假自由、假民主、制度腐敗 但是他人生活在美國的話 這就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 而是他人很漂亮的問題嘛 情況就好像有一個人經常說iPhone不好 又說他差了眼睛 但是他經常用iPhone 或者有一個人經常說Canon拍照不好 像素很差 拍得不清楚 但是每次都只是買Canon相機而已 所以希望你一群所有的愛國的KWL 就不要在這裡偷換概念 我們從來都不是質疑你這群人 究竟是不是真的愛國 而是想告訴你這群人 究竟這群人是有多賤的 多虛偽 明明經常跟大家說是屎臭的 但自己偏偏就是一條石屎狗 聽不聽到你啊? 那今天就先轉到 這件事情又再一次告訴大家 中國人是最厲害的中國人 閉嘴吧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 友廠的觀眾亦不妨我們下明 跟大家分享 多了一個 如果喜歡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個 ovat 訂閱和訂閱 記得按鈴鐺,在影片下方,在影片下方,再見